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远古时代有很多早期人类的定居点突然垮掉 一下子就不见了的例子 出现这种例子有很多原因 传染病爆发是主要原因之一 比如两河流域的古巴比伦文明 就有不少古城被废弃的例子 中国古代的商朝也常常迁都废弃大的都城 比如河南安阳的殷墟 相反狩猎和采集人群因为不断在移动 没有定居下来也就很少会爆发传染病 第三 农耕的生活产生了奴隶 也产生了人对人的奴役 种植谷需要灌溉 需要大量人力 因此早期国家出现之后 开始愿意使用奴隶用于灌溉和其他劳役 获取奴隶的最佳方式是打仗 因此最早的国家也非常乐意打仗 相反 在采集和狩猎部落中 在农耕文明还没有兴起之前 并没有奴隶和奴役的概念 古巴比伦的楔形文字里描述奴隶的象形文字 是左边一个女 右边一个山 山女的意思就是平原之外的女人 在早期国家 土地与人口都是非常重要的资源 许多战争都是掠夺人口的战争 战争结束后 俘虏的妇孺都会被留下当作奴隶 最后 采集狩猎者不仅更健康 食物也更丰富 生活也更有趣 所拥有的技能也更多元 千万不要以为狩猎的生活是简单的 狩猎需要猎手对季节的变化和动物迁徙的路径 有清楚的把握 同时需要精心设计捕猎的通道 一般来说 捕猎是一项复杂的团体活动 捕猎团队都会在迁徙动物经常经过的地区 开辟一条引导他们移动的通道 并在通道的尽头设置陷阱 确保捕猎的成功率 同时 获得的猎物需要处理才能长期保存 狩猎的团体也需要学会怎么协作 一起去制作咸肉或熏肉 斯科特甚至断言 从狩猎采集的生活转变到农耕的生活 就好像从农民变成产业工人一样 生活的复杂程度下降一个等级 而普通人的创造性和对自然的感知 也相应下降一个等级 每一个采集狩猎者都需要积累 对自然界的各种变化的知识 农民只需要了解四十变化 以便于播种收割 所需要的知识要少很多 相比之下 产业工人因为基本从事机械重复的工作 成了流水线上的螺丝钉 基本上已经是五谷不分了 一句话 农耕让先民的技能退化 也让先民对自然的观察和理解退化 好了 总结一下第二个观点 斯科特之所以质疑 从狩猎采集迈向农耕生活 是野蛮向文明的自然进化 首先因为定居的农耕文明 并不是在很短时间内就迅速发展起来 相反 先民用了四千年的时间 去考虑这样的转变 如果仔细分析一下 普通狩猎采集者与农人生活的区别 你会发现 农人的生活要辛苦得多 农人的寿命更短 营养更单一 更容易受饥荒侵害 相反 狩猎采集者不仅更健康 食物也更丰富 生活也更有趣 他们积累的技能也更多元 一句话 如果让一个远古的普通人 自主选择生活方式的话 他一定更倾向于狩猎采集的生活 因为狩猎采集的生活 更富足也更健康 那为什么农耕最终 还是替代了狩猎和采集 成为古代国家最主要的经济形式呢 接下来为你讲第三个观点 如果说采集的生活 并不比农耕差 甚至如果站在单个老百姓的角度 采集狩猎的生活可能更好 为什么最终农耕 还是替代了狩猎和采集 农耕取代游猎采集 并没有一个明显的分解线 也并不是一个迅速的过程 历史上也没有这样一个明显的分解线 人类一旦跨越了这个分解线 就从游猎进入到了农耕生活 刚才我们在第二部分中提出 两河流域考古发掘发现 先民从狩猎采集生活 转变成定居农耕生活 花了四千年 这四千年的时间 是一个农耕与狩猎并行发展的过程 农耕最终取代狩猎 不是因为它比狩猎更先进 而是有多方面的因素推动 首先 从人类人口的演化可以发现 农耕替代游猎和采集 是因为农耕社群 有更强大的繁衍能力 在一个几千年的时间跨度之下 这种繁衍能力的优势 逐渐让农耕社群 成为人类社会的主流 农耕定居者繁衍后代的能力 比游猎采集者要高不少 定居可以让妇女生养的间隔短很多 游猎采集部落 一般成熟女子四年才生一次孩子 这主要是为了适应狩猎的移动生活 一个母亲带着两个幼童 是很难适应游猎生活的 这一点和现在的黑猩猩群体一样 此外 因为她们从食物中摄取的蛋白质高 而且运动很多 她们发育成年需要的时间更长 而绝育时间也更早 这样整体下来 一个狩猎采集部落的成熟女子 一辈子生养的小孩数量并不多 相比之下 定居下来开始农耕生活的部落 成熟女子生育的间隔要小得多 两年一胎的情况很普遍 此外 因为农耕生活需要更多劳动力 一个成熟女子一辈子生养的小孩数量 可能是游猎采集部落的几倍 这种生育率差异在四千年的跨度中 就可能会带来非常巨大的差别 此刻倒在书中引用了一组数字 从公元前一万年到公元前五千年 全球人口从四百万人增加到了五百万人 七